我是2003年来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 我到中心以后呢 一直在这个岗位上 一直在这个部门 做那个就是大熊猫的繁殖这一块 这一块工作 然后我们这个部门呢 我们这个团队它主要做的就是 那个大熊猫的人工辅助生殖这一块 这个领域呢 它主要涉及到就是我们要做 就是大熊猫的内分泌和它排卵的一些监测 然后这个主要是我们前期需要做 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哪些因素 和那个排卵相关 然后再把这些因素 然后其后到我们的那个排卵的监测里面 来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今天也工作在这个领域工作20年了 我们现在这个领域里面 主要是我们团队呢 已经建立了这个技术的快速检测方法 就是之前我们大概做一个 就是我们拿到 从我们拿到样品开始 到我们出那个检测结果 大概我们要花四个小时左右 是的 如果再长一点可能五个小时 现在呢我们建立的这种快速的检测方法呢 大概1.5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结果来 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建立了 那个就是大熊猫的精子的自动化冷冻程序 这个程序呢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最开始是用手工冷冻 那个皮肩差异可以高达30%以上 然后现在我们采用这种 这种统一的处理方法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到15%以下 从另外一方面就提高了我们对那个精子样品的一个利用程度 另外呢我们也建立了就是那个对那个大熊猫那个急速峰值的那个预测的方法 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在那个发行的初期 初期中期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大熊猫它待下什么时候 可以到达急速的峰值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对我们就是 在那个人工繁殖配种这一块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期的意境 这样子的话就给后面的思想团队 他们就给出了很多的准备时间 就有利于我们在那个大熊猫的事项管理方面去提供 提供这种一个精准的一个技术支撑 我们做的这些研究呢 最开始我们是出于就是一个为了增进 增强这个大熊猫的种情规模 但现在呢 我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了 这些研究成果 它不仅是有利于我们提高大熊猫繁殖的效率 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也是更有意义的一个方面是 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非常非常高效的 为保持我们大熊猫的种情的遗传多样性 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 我们的研究对象比较特殊 它是大熊猫 去获取一些样品的时候 我们要想要设法的采用一些非损伤性的手段 去获取样品 然后这个获取样品的难度就比较大 我们做那个就是今夜的自动化冷冻程序的时候 是大概在零几年的样子 历史因为我们的猫的种群也比较小嘛 总工作也比较小 我就是这个事情就很矛盾 一方面我希望拿到更多的样品 去重复很多次实验 然后每次的实验的那个差异我都能找出来 这样子的话我就能尽快得出一个结果 怎样去把建立一个更好更完善的一个程序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样品又确实很少 然后就每次做的时候只能拿到一点点的样品来做实验 然后在里面就很纠结 然后这个里面前期进展的时候就很艰难 看到都是那个都是死的精子 都是不动的精子 很沮丧的这个是一个很沮丧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重复再重复再重复改进重复改进重复 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然后有一天有一天然后某个程序做的改进以后 我都不记得是多少多少多少次实验了 然后就那个那个动精解冻以后 它就冻了 它就冻了那个精子就在显微镜下 它就是游动的 我当时就很激动 我就很激动 那时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实验室的那个领导 他就进来 我当时很激动 我就抓着他摇 我就抓着他摇 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次成活了 这次成活了 我当时我看到他其实都很肯定觉得我很怪 这个人疯疯癫癫的那种感觉 说自己走过的路 其实你要说没有没有彷徨 没有就是那种困惑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我肯定是有彷徨有个困惑的 但是这个那个那个时候呢 其实你走过了你回过头去看 其实那些东西也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它也是有意义的 那些东西能让你去理解 或者说让你去明白你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当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时候 这个事情它反而就给你的一个力量 让你去把它做下去 而且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原地的踏步 虽然说总体来讲 我们是在做这个领域的一个工作 但是这个里面它其实是一个 就好比我们在踏着一个小碎步 踏着一个小碎步在一点一点的往上走 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往那个山的山上走 高度不一样 其实你在这里面做的这个过程中 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你是会有满的 会收获到满足感的 这个东西可能是支撑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 做的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人生的动力吧 应该是